這個妝以夕陽為主題 主要會使用橘黃色調為主 那我們就趕快開始 首先使用一個霧面咖啡色 因為我是泡泡眼 所以呢找出一個假想眼凹的位置 畫出一個眼凹 改善我泡泡眼的狀況 使用的刷具是SIGMA的E47 再來我會用一個比較蓬鬆的有斜線面的刷子 沾取這個霧面色的眼影 畫在眉頭及鼻樑兩側 我習慣先做眼部旁邊的修容 能夠拿捏之後眼影要上的位置跟用量 在眉頭與眼頭中間的三角區塊 再戴下來鼻樑及鼻翼兩側 做一個鵝黃色 畫在剛剛我們做的假眼凹的下緣的位置 這個黃色是一個很清淡的顏色 它淡淡的偏光效果 可以帶出眼影的細緻度 再用一個比較大面積的眼影刷沾取香檳色 用在眼皮做打底 打亮眼皮 磚紅色 以少量多次的堆疊在眼尾及眼頭 把眼影點在眼尾及眼頭 再由後往前的方法慢慢將它勻開 留住眼皮中央的空白處不要塗滿 這鉛筆刷混合兩個偏橘紅色 而且帶有亮粉的眼影 上在我們剛剛眼皮中央留白的部分 拿出一個暈染刷沾取最剛開始的鵝黃色 把眼影的邊界做一個暈染 讓眼影沒有色塊 也讓眼妝看起來更乾淨 下眼影的部分呢 沾取霧面妝紅色 上在眼尾三分之二處 眼頭用小一點的鉛筆刷 沾取鵝黃色來做打亮 這樣眼影的部分就完成啦 畫上內外眼線 上下的睫毛都要刷上睫毛膏 這樣眼妝的部分就大部分完成了 修容的部分呢 我一樣會使用 邊有橘棕色調的 有髮際線出發開始往前刷 但是高度不會刷超過顴骨 唇膏我選擇的也是橘色調的 KATE V12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個西洋霜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幫我按一讚 還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囉 掰掰 超 randomly錄取它 啥